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们的金蛋妈妈手工房的 我们的张杰 张杰优扬 大家好 我是来自花莲的张杰 优扬张杰在你节目当中 只要命的就用张杰 所以我所幸今天就叫你张杰 这样子 走得走吗 可以喔 謝謝 对 听说你的招牌的产品啊 就是爆漿黄金蛋 糖豆要爆漿黄金蛋 阿Q那些糖豆被黑蓝水 就不会流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听起来就非常非常 吸引人的东西 而且其实你喊所有东西 编发的烤蜜兜底度 所以今天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要推荐大家的话 最入门最入门的 我们可以试什么样的口味 如果是最入门的话 我们先从原味开始 就先从原味开始 阿Q那些就发味道 说自己的酸 有饮用有好色的这个 爆漿黄金蛋 用泰鸽的粉色 这个就是原味的 其实我们光看它的外表 就看得到它的蛋黄 只有最外面是有一点点 看起来是熟的 但里面都是糖心的感觉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深度是最最滑嫩的口感 对 那阿Q不要咬好久了 一分钟喔 它里面的那个蛋黄啊 因为有东东它不感受这个蛋黄 因为里面会粉粉的 但是 当它变成糖心蛋之后 就是很像是一个浓稠的酱汁的感觉 它就像那个中庸耶 好像是在乱趴 它吃起来 有好多的香料的味道喔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 大约是八种香料 来卤制 那这个卤汁的话 我们要卤四个小时之后 再把蛋下去浸泡 所以你刚刚说的八种香料 大概有哪一些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都可以啊 就是有八角 还有孜然 还有花椒 还有我们有放一个食物包 哇 还有食物包喔 对 因为这样比较营养健康 还有 八角食物包 很多中药喔 对 对 就那个粉级 油冬香的效果 含着鱼 油冬香又很健康 对 那你刚刚说这个 卤汁要先煮四个小时 对 四个小时之后呢 之后我们就是 把蛋剥壳之后 然后下去浸泡 大约要泡三天之后 浸泡三天之后 对 再把它取出 然后再来加工 再来加工 对 再来加工 所谓的加工呢 就会起身 有免咪 还有其他的口味 对不对 对 比如说 但吃完原味之后 好 接下来要再推荐的是什么口味 然后就是我们的红麴 红麴 红麴 对 红麴应该是红色的咯 对 所以是这个 有红红的 对 这个就是红麴的 这个黄金蛋 对 那经过 你刚刚说 原味的做好 要再做加工 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加工呢 这个红麴的话就是 我们先用糯米 下去煮熟之后放凉 然后再加红麴菌 一公升的糯米 加四凉的红麴菌 然后下去拌 拌了之后 就是慢慢的加水 然后放入瓮中 然后大概是六七天的时间 红麴应该要放高 它要发酵 对 发酵六七天的时间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稍微再换一下 就是把它搅拌一下 满满的 拌拌的这样 对 然后再等大概二十天以后 就可以使用 那通常我们会等到 大概四十五天 才把它拿来用这样 对 所以其实要糯米 那你自己做很七家糯米 对 因为 其实糯米就会 给你传统客 给你 就要保存那些 尿尿啊 色彩啊 泛民上都说 用糯米可以保存食物 对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说 其实用这个糯米 做这个黄金蛋的调味 对 因为家里很喜欢吃红糟的东西 就是红麴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想说蛋里头 就是给它多种口味 而且它红红的 可以代替那个红蛋 因为那个红蛋的话 它是有色素的东西 对 虽然是食用色素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 它甜眼的 色的东西 直接来做这个颜色的变化 对 不过来吃肉 一般你也想到说 像如果我今天吃到一个糖心蛋 我想要把它做口味的变化 我最直觉的想法 就会想到说 直接拿来温 直接用沾酱的方式 那你们其实不是用沾酱的方式 对不对 做这个调味 对 我们是 就是另外在自己 在制作那个酱料 所以那漆再装装 再加烤去 是泡进去吗 不是 是要再滷过 然后再煮过 还要再跟蛋一起 对 再滷过 再煮过 对 这样它才会入味 它本来已经用原味的酱汁 滷过了 但是那家是说 会用咖咪 像是这个走马的蚝蜜的话 就还要再滷一次 啊 故事说不可能 要走公这间东西 和醋油的酱料 全部的酱 其实这都是张姐 你自己做的 对 那不止其实有要走马蚝蜜 你还有其他的口味 要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张姐 推荐我吃哪一个口味呢 吃个麻辣好了 麻辣 麻辣是这个 我看到上面有辣椒 有辣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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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辣 而且蛮麻的 好香喔 我觉得我鼻子瞬间通了 这里面是加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香料的味道 而且辣味蛮重的 因为它有加一个我们基底的麻辣酱 嗯 加 欸 还有加辣椒粉 嗯 还有加 胡椒 嗯 还有加花椒 这个辣味也是你自己去调配的嘛 对 嗯 所以这个辣度 哇 真的好好吃喔 谢谢 一般你吃到的辣的沾酱通常只会在外表 对 但是你们的辣是进去里面的辣 对 你吃到 食油的包含乱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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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会吃到一些些的那个花椒的麻香味 对 都在蛋里面 好有特色喔 所以这个是你们最热销的 对 没错 目前最热销 大家都是给你什么样的评价 对于这个麻辣口味的黄金蛋 都是超赞的 都超好吃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麻辣的之外 其实沙拉罗还有其他的香味喔 还有两种我觉得很特别的口味 这两种是什么口味 一个是绿咖喱 一个是沙爹 绿咖喱跟沙爹 对 绿咖喱是应该就是这个比较绿的这个 对 怎么会想要做绿咖喱口味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吃的南洋的绿咖喱 都是它有加一些虾酱什么的这样 对 那我们主要就是说 因为很多可以就是素食的 他们不吃这个绿咖喱 那我们把它做成素的绿咖喱 大家都可以吃 因为东南亚他们家的绿咖喱里里面 就会有虾酱或者是那个鱼露 对 所以吃素的人都不能吃 那是少了虾酱跟鱼露的味道 这个绿咖喱的味道还是非常香耶 对 因为我们还有加我们的姜黄粉 还有姜粉 嗯 还要加一点点糖 嗯 然后加一点点花椒粉 也是有花椒的味道 一点点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烂鱼这种东西 真的就是要有香料的味道 让它渗透进去整个蛋里面 对 就可以吃到很完整的蛋的香料 其实我们可以调一下 绿咖喱口味的这种糖心蛋 黄金爆姜蛋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口味 是我们的沙爹口味 沙爹口味这是哪一个地方的料理 为什么你会想要加入沙爹口味 因为新加坡的那个沙爹是很有名的 可是因为他们的味道比较重一点点 嗯 所以就把它改良一下就是 用我们的那个三杯鸡口味 三杯鸡口味加沙爹喔 对 三杯鸡口味改良的沙爹 对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三杯鸡跟沙爹 这两个其实很搭 因为三杯鸡就是酱香嘛 酱油香 然后再加九层塔这样子的口味 那沙爹它是原本是怎么样的味道 为什么会想到跟三杯来做搭配 因为这样子搭配起来就是 它的口感非常的顺 嗯 而且很香 那再加一点点姜 好 它整个的味道就整个呈现出来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卖的不错的一个商品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韩光也吃这个 因为张姐你刚刚说 其实不单只是煮一次而已 对 但是糖心蛋这个东西它里面就是要嫩 对 要怎么样经过不止一次的烹煮 但是鸡口味很像是爽爽的状态 是有一点滑滑的是糖心蛋的状态 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小火慢慢的卤 嗯 然后你的卤汁要有很多种 很多 量要很多 对 就是有的是凉的 然后卤完一个再放一个这样子 好 就是它的瞬息要大概六到七次 哇 所以它就是有一点点麻烦 有麻烦 可是大家都很喜欢吃就不觉得了 对 而且还有暗度的烹煮 所以不看到一种烹煮就会煮暗度 又会准备暗度暗度的状态 所以有那种复材 不过又有那种庸心的一种料理 就是休息 小电话再给大家来分享喔 好 分享大家有种复材来呢 然后我们中间阿Q梅學家 原本的阿Q梅学家《文隔室》 还想起文隔室 可以使用UHO小的店神喔 就是爆漿黄金蛋 你当时到台东上来分享 跟阿Q梅今天懂得很香蜜喔 有黏咪的 很有红柠口味的 麻辣口味的 绿咖喱口味的 沙爹口味的 你看有 times 还要上方 泰嘎真的是跌破眼鏡的口味 聽說這是客製化的口味 雖然阿久不見你算不到 今天吃不到的咖啡口味 對 咖啡黃金蛋是 剛開始的時候 製作這個咖啡黃金蛋是 我們群聚裡頭有一個 就是他在種咖啡 然後他一直要求我 幫他做一個咖啡黃金蛋 我想說這個好像有一點小難度 不搭的感覺 對 那我就用盡方式 可是他的製程 變成他咖啡要入味的製程 要比一般的黃金蛋再多兩天 而且他的變化就是 不太不太一樣 每一次的都不一樣 所以有常常做失敗的經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難度的產品 不過也算是一個客製化的產品 對 對 所以張姐是花非常多的心思 去黏Q役的這個黃金蛋的蝦蜜喔 不但這樣這樣 其實阿Q不會把他生個亂 我一開始生不出來 是鴨蛋 那是鴨蛋 我完全沒有吃到是鴨蛋的那個味道 因為其實印象當中 鴨蛋味道會稍微重一些些 但是其實鴨蛋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是特別挑選就是 我們有在地花蓮的養鴨場 那我們就給他選 都是選擇他第一次生的蛋 就是鴨子第一次生的蛋 所以它會比較漂亮一點 第一次生的蛋 那這樣其實蛋也會稍微小顆對不對 它就是不一定 有時候就會有雙黃的現象 所以還特別選這個初生蛋 對 那這個鴨的這些 有去選過這些鴨蛋廠的來源嗎 有去挑選過嗎 對 都是檢驗合格的鴨蛋廠 那我們曾經也有用過 那個宜蘭的稻尖鴨的鴨蛋 它常常缺貨 那我們都會互相就是 就是如果說它有貨的話 我們就會訂它的 它的鴨蛋是吃稻子的 它的鴨 哇 所以其實整個就是 都是非常細心的去挑選品質 對 那我們花蓮的這個鴨 它有餵很多的東西 其實它有味紅麴 又味玉米 所以整個就是說 它不會像說 一般的養鴨腸 給它吃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它就比較不會有 那麼重的味道 喔 唸了黑汗耶 顧手很坤 其實張姐妳非常了解 你們家蛋的來源 連這個鴨吃什麼都知道有沒有 所以整早全部就懂了嗎 因為我們自己都很愛吃啊 尤其小孩更愛吃 對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一定要挑選比較好的蛋 用七角色的 等級 統體加進去分享對不對 對 那其實妳剛剛在講說 壽油的這個醬料的調味料 發現有一種 有一種好像特別常出現 就是牛嘛 妳常常會說薑粉 到底這個薑粉 為什麼妳會想說 會老薑粉加到這個蛋裡面 那這個薑粉又是哪裡來的 薑粉是這樣子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是去買薑來切 可是用量很大 然後切的時候又很累 那所以就想方法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 就是我們砌作的一個薑 它是三年的老竹薑 那這個竹薑的話 是台灣的原生種 它是細細長長的 它的辣度非常的辣 所以我們就把它製造成薑粉 然後來直接加 那薑粉 所以自己也有做成薑粉就對了 對 那薑粉的部分 也可以當保健品 那我們可以直接加蜂蜜來喝 就像它做蜂蜜 對 泡都稍稍的 蜂蜜也會渾到色度度 這是薑粉加上蜂蜜 蜂蜜 那這樣 比如說像這樣子一杯 大概350ml好了 大概要加多少的薑粉 大概就是一小茶匙就夠了 一小茶匙味道就很重 對 因為這個薑粉 它是十斤的薑 才磨成一斤的粉 我又覺得我的鼻子 又夠痛那一杯 瞬間就沒有鼻塞了 它真的很甜生 這個聞到這個薑的味道 都覺得身體都暖了 尤其是像現在冬天 其實女生如果手腳冰冷 都應該要多喝一些這個 比較燥熱的一些 像薑啊 補身體 對 而且它可以驅寒 軟我們的胃 暖胃 驅寒 那我們還有這個薑粉 其實還有其他的薑的產品 對不對 對 那因為製作薑粉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把比較漂亮的挑起來 就是做那個薑片 這個薑片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 它的製作過程有一點點麻煩 對 因為它現在看起來是 整片這樣黑黑的 烏烏的 塞澡的這種感覺 對 它是怎麼做的 最主要就是說我們要先 用黑糖去浸泡它 大概一個晚上之後 再用小火慢慢的熬 把它的糖加到那個薑裡頭去 之後 滷了去就對了 對 之後還要把它撈起來 還要再烘18個小時 哇 還要再把它烘乾 對 然後才變成成品 但是這個的話 如果說我們早上起來 喊一片的話 整個精神都來了 因為很辣 然後如果說開車啊 開到一半你想打瞌睡的話 對 喊個一片 對 也是OK 而且我覺得 沖亞按的普通通宮嘛 是不是沖洗摸泥生理期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拿這個來泡水對不對 它是很好的 你只要 如果說你覺得麻煩的話 直接就是寒一片 寒一片 這樣也有效果 對 那還有是說在冷氣房 平常都在冷氣房裡頭 沒有冒什麼汗 然後多吃一點薑 它就會冒一些汗出來 增加身體的新陳代謝 對 對 所以不安靜的 因為七甲鴻杜的東西 七甲鴻杜的材料 盡量都是自己做 對 對 因為我不曉得外面到底 加了些什麼東西 對 因為剛才說 七甲鴻杜的材料 自己家人也很喜歡吃 看本草鴻木裡面 有提到有蛋黃油 它上面寫軟油 本草鴻木寫軟油 所以這個軟油 要亂放油 所以那也就是 蛋黃油就是 用蛋黃去提煉出來的油 對 這是以前 你之前小時候 或者是過去 你就有聽過的嗎 對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是真祖母帶大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感冒 外傷 它就是給我們吃或抹 都是用這個蛋油 因為在製作過程當中 在我小時候的印象是 非常不喜歡 因為它味道不好聞 是什麼樣的一個味道 就好像燒雞毛的味道 因為它有 蛋黃裡面有擋固醇 它把它燃燒掉 所以它會很臭 而且煙很大 所以每次我真祖母 在做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 都一直抱怨它 說你可以不要走嗎 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可是又很好用 對 那後來年紀漸漸大了之後 而且我們就做這個黃金蛋之後 剩下的東西就是 很多破掉的NG版的時候 那怎麼辦 然後丟掉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就想到 我來試做看看 那這個我們就 跟我先生研究一下 就到底要怎麼做 確實它有它的難度 我們一定要在 三更半夜的時候 才能做 為什麼 做藥 亂夢 遊行 在三公班牙中做得做 因為就是它會有臭味 對 那左臨右色會覺得很重 那所以就是說 等到三更半夜 他們要熟睡的時候 等到他們聞到的時候 我們已經煮好了這樣 而且它的煙會很大 人家會 鄰居會以為說 會不會爆炸或爆炸 對 火災這樣子 古早養那個會用亂風 用煮的風色 用熬煮的方式嗎 它就是要用小火 慢慢的煮 對 慢慢的煮 大概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太久了吧 而且那個火都不能停 哇 而且它有分第一道跟第二道 第一道的是不能用的 那還要繼續下去 第二道的才可以用 而且是煮到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淡淡的醬油的顏色 對 那這個是我們最古老的精油 這是有一個說不出來的蛋味 所以這個是要拿來喝嗎 還是要拿來怎麼用 你們都怎麼使用 如果說身體不太適應的時候 都可以拿來喝 那比較印象中比較深刻的 就是異味性皮膚會員 擦一下還有長釘子 還有青春痘 非常有效 現在就 這是長釘子 海蜥時節的基礎 驗給曾祖母 就會按來跟祖母 分享這個蛋黃油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 會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個讚來 好 歡迎大家 有賺到富喜來咧 我們在綜藝圈阿Q 今天節目在哪裡有請到 對髮臉來的長釘子 封太家來分享 一個爆漿黃金蛋喔 雖然也有亂的料理好 沒有辦法 不要按照 很不得帶來做這個伴手禮 做電路順分配音 不過長釘子和TPS 有年法做得有 順分太家做得補順 那麼久的也有電路順分太家喔 接下來就要來 小姐贏了一個鳳梨書 鳳梨書的部分 為什麼會想要說又發展這個鳳梨書的這個產品呢 因為鳳梨書是我們非常喜歡吃的點心 對 那我就想說 欸 常常會有喝那個擂茶 對 然後想說 在鳳梨書裡頭 如果說用擂茶口味的話 應該會不錯 所以這一個就是擂茶口味的 擂茶口味的 對 因為它有九層塔 九層塔 在擂茶口味裡面 還有芝麻粉 還有花生粉 然後還有茶 哇 它的鳳梨書好酥喔 以命給剛剛一拿這個邊邊就是已經有點那種 粉末的感覺 它其實不像是那種餅的外皮 它是真的是酥的感覺對不對 對 對 因為我們選用的麵粉 是法國的有機麵粉 然後鳳梨醬是我們 欸 自己用我們花蓮的那個土鳳梨去熬 好好吃喔 是 因為一百二十多的那種土鳳梨的鳳梨酥 對 所以有一些咧 它酸一些咧 但是你的鳳梨酥它的味道 它的酸味比較低 對 是因為跟 我覺得應該是同擂茶有一點點中和掉了 所以它的甜味提高 對 好好吃喔 謝謝 糖喔 我真的有吃到雷茶鳳梨酥 有九層塔的味道 意外的搭耶 對 嗯 啊咧 我覺得這樣子配起來很適合 有沒有熊豆公要這樣子來搭配 因為就覺得就是鳳梨酥應該會有很多的吃法 對 那一般坊間大部分都是原味的 對 那我們就想說 欸 因為婆婆很喜歡喝那個蕾茶 所以就想說 好啊 來做一個蕾茶的鳳梨酥 然後還加了九層塔進去 對 那不單只是有這個蕾茶蕾蜜的鳳梨酥 有沒有叫鳳梨酥 這是什麼口味 紅曲 右色的你的走馬對不對 因為自己手這個走馬的種手 再拿來走一百這個鳳梨酥 對 那當初做這個走馬跟這個鳳梨酥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會可以搭配 因為也是想做新的嘗試 那一般來說它是有發酵的東西 那我想說是不是可以把它加進來看看 結果一吃大家都說OK 那所以就把它做出來了 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紅色看起來很喜氣 它是有那種磚紅色的感覺 那撒好了 要放放那樣 那也會給我 這個是我們的薑黃薑下去做的 裡面有薑粉和薑黃去搭配的 那我想說 既然我們家的薑這麼多 應該也要 也花一個薑的口味出來 我喜歡 我覺得它有一種像是在吃那個 聖誕節的薑餅屋的感覺 有一點 嗯 好好吃喔 然後又有再加上那個鳳梨的那個果肉 酸酸的感覺 不是說 沒有這個禮盒包裝對不對 對 鳳梨酥的禮盒包裝 嗯 不是說你看 有按摩按摩的產品 有冷 說有這個鳳梨酥 其實不能這樣 所以要鳳梨酥 那時候要放茶 還有這個茶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茶很特別 叫做鳳梨玄米茶 對 鳳梨是現在最流行的養生食品 對 因為它其實 說是穀物 但其實它不是穀物 對 但是它又有穀物的營養 對 但是沒有穀物的熱量 是我們 對 那之所以會做玄米是 欸 因為婆婆的關係 嗯 她告訴我說 她們以前經濟比較不好 嗯 然後做葉子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東西好吃 可是她們家有種米啊 嗯 所以就會拿去炒 嗯 炒一炒之後 然後就泡著水喝 有時候就是泡著酒 或泡著水 然後就是這樣子吃 那它就可以補氣 然後因為它的營養成分夠 對 所以就 就做葉子當中 就是都是喝這個 就沒有喝那個深水 所以就是 也沒有飲用開水 就是直接喝這個 那身體就會好 那我就想說 那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把它學一下 對 所以我就學了 可是我學了很累 因為 要煮好久 炒好久 炒的時候很痠 對 古早餘就會蜜緊湊緊湊 對 炒到有一點像是那個蜜場 泡蜜香一樣的感覺 對 然後再拿它來泡茶 對 它就有一點點 辣辣在香味 有一點焦香味的感覺 對 對 那再加上紅梨 紅梨其實 這是 就我所知啊 是以前 台灣的原住民 就有在使用這種作物 就有在種植這種作物 對 那你們的紅梨又是哪裡來的 我們就是 就是跟原住民他們購買的 就是也是我們在地的就超美 對 那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選米的話 等於是說可以補氣 然後重點就是說 一般的我們的包裝是透明的 對 然後它可以看到裡面的米 我們選用有機的糙米 對 然後下去炒 那這樣子炒的時候就是 它可以保持它的營養成分 嗯 嗯 你知道 張姐妳試過 油營養成分 創這個業 我覺得 衣衷好像都是因為家人對不對 因為妳說 但妳說也是因為小孩子喜歡吃 對 然後擂茶口味的鳳梨酥 是因為婆婆喜歡喝擂茶 對 故事妳知道會做營養成分 那妳一口氣是創的原因又是什麼 創業的原因 創業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把好的產品把它做出來 嗯 然後讓大家可以吃到好的東西 嗯 故事說一口一次從這個蛋開始 但是因為家裡哪一個成員特別喜歡吃嗎 就是我們家女兒 她從小就喜歡吃蛋 可是我每次看她吃蛋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難過 因為她 媽媽該會很難過 因為她蛋黃都不吃 然後每次都要 我跟爸爸兩個人就要剪著吃蛋黃 她一次又要吃很多顆 後來然後她吃荷包蛋 她又要吃沒有熟的荷包蛋 所以我就想說我兩個要把它結合起來 我一定要讓她整顆蛋全部吃下去 所以妳就想到研發這個黃金蛋對不對 對 那女兒有捧場嗎 她超愛 所以研發出黃金蛋之後 女兒就捧場了 對 就不會健身對不對 這個以前蛋黃是因為乾乾的 所以她不喜歡吃嗎 對 因為小孩可能比較吞不下去 所以她就喜歡吃這樣子的蛋 乾乾粉粉的她不喜歡 那周到岸裡有一些深深的 有一點點像醬的感覺 對 就比較可以接受了 對 對 所以又可以色斗營養 又色斗厚色 南鄉岸裡 其實張姐妳也在花蓮 在哈北東東 像是小農啊 或者是在地的業者 你們有一個團體對不對 對 我們的團體叫做 九四一七 大家一起樂活去 大家一起樂活去 這裡面 有岸斗 台港的油岸斗麻薩 薑花來組成的 對 這個是我們有八家群聚 就是八家廠商 其中有七家是小農 小農 對 就是有自己種植的東西 像我們有金線蓮 有蜂蜜 還有薑黃 所以大家一起組成這個團體 主要大概都是做些什麼事情 主要就是說我們就是 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輔導 那他們輔導我們就是說 讓我們能夠曝光 然後讓我們能夠成長 讓小農有機會就是到台北來創業這樣 到台北來創業 對 所以你們有 比如說有一起有哪一些活動嗎 就是到外地或者是在當地 對我們就是有在世茂 然後最近的是要在中正紀念堂 是有這個擺攤或者是市集嗎 市集 中正紀念堂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 12月9號10號 喔 我想好 其實有一個小農集合的團體 對 那你們就是在裡面有沒有 比如說像是你剛剛說有七間小農 那大家的產品會不會互相交流 會 我們最喜歡就是交流 比如說你跟換哪一間的什麼東西啊 對 因為如果有做促銷活動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首先就是先促銷一下 喔 自己先互相促銷一下 對 市集會先了解 市集會當時好多那一片 張宙的團體 在台北來創業啊 姑爽好 但是台北來創業 這個 張姐的這個黃金爆漿蛋啊 所以呢 要怎麼跟你來訂購啊 訂購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在花蓮 東大門夜市 禮拜二到日 對 都有晚上五點到十點 都有在那邊擺位置 對 然後 平常的話 也有訂購專線 嗯 訂購專線 要穿得到 就算了 姑爽不可能喔 有暗號的 也有好色 也有引用的這個爆漿黃金蛋 其實還有很多 引用有好色的產品 全部就會張姐 對付卡尼的 可以使用 可以同台給大家分享喔 姑爽今天 謝謝張姐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你 每次問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就是 夏天的暈通信上來做暈通聊 天的暈通信上來做暈通信上來做暈通信上來做暈通信上去升